這是遲來的正義 因為我民國72年 投入國軍開始反共愛台灣開始 我就應該要被國台辦 因為這肥緯政權 我從來沒有承認他是一個正式的政權 就應該要被通緝了 到了現在為止 他才對我 敵人的通緝對我來講就是榮耀 敵人對我來講說我很糟糕 我很頑劣不堪 就表示我愛台灣 我反共有成 所以這一份榮耀 應該不是我一個人獨享 應該是這這麼多年來 持續在台海上捍衛台灣安全 持續反共的所有國軍弟兄 應該來共同來同享 因為反共是一條榮耀的路 反共是一條不能夠回頭的路 愛台灣更不分你我 所以不只我愛台灣 所有國軍的弟兄都一樣 保衛這塊土地 愛這塊土地 所以榮耀不是我一個人獨享 應該歸由所有捍衛台灣的國軍弟兄 他的制裁方式會有很多位置嗎 我實在是非常非常的害怕 他不對我制裁 因為如果敵人的肯定 對我來講就是畢生的侮辱 所以我不去中國 不是今天為止 我沒有台胞政 我也不會去中國台這個港澳 包含港澳不會去 為什麼 如果中國不實施自由民主的一天 我終身不踏上他的領土 不用你講我也不會去 所以這一條審審吧多餘的 那個張軍一報告說 連制裁也包含家屬 會不會也替家屬 有點擔心 不會 因為我的父親 離開人世間 已經超過五十年了 所以我在中國 沒有任何的親戚 我所有的親屬 都已經深刻痛絕 共產主義 對於中國的迫害 最好的方式就是 不再跟他有任何聯絡 當然包含了家屬 也不會踏上中國的領土 所以沒有任何擔憂的 對 這是遲來的正義 因為我從民國72年 投入軍校 開始反共 保護台灣以來 我就應該是被中國 列為頑劣分子 所以到了現在民國113年 你才對我發出頑劣分子 我覺得是不是太晚了 你是不敢 還是我做的反共愛台灣是對的 所以你這麼遲才對我發出 遲來的正義 不過總比不來好